新冠疫情在去年为蔓延开来时 来到1月全球旅游业开始进入寒冬 如今国内一些旅游业者也不再干等 而是选择转换跑道加入海产业 但是他们不是下海捕鱼 而是在网络销售新鲜出海的双五龙海鲜 虽然刚刚开始转行还有点不习惯 但是坐着坐着也开始慢慢上手了 而顾客也因为无需出门选购海鲜 而鼎力支持网购海产 哇 老板就给我来这条大石斑多少钱 疫情期间网购海产成为一大潮流 民众无需出门就能购买新鲜鱼虾 再加大块朵鱼 如今因为疫情放晚不保的旅游业者 也开始转换跑道加入网售海产业 在霹雳霜五龙就有多名旅游业者 把新鲜海产放在网络销售 虽说一开始还有点生疏 不过在获得顾客热烈回响之后 大伙也越做越起劲 在疫情期间拼出一条新血路 再加上网购是一股热潮 我们就想到不如我们就来尝试做一个网购的海鲜 就尝试来做看 今天是我们的第十天 就是MCO之后的 MCO之后的二十多天 我们才想到要做这个行业 都做得十天里面 都做得起到不错的那个成就 就是顾客很支持我们 王美珍说他们不会面对货源短缺的问题 因为包括霜五龙在内 夏霹雳有八大华人渔村 因此当地新鲜的海产货源非常充裕 无需依靠进口海产的辅助 当然除了要在疫情期间糊口饭吃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帮助带动霜五龙的海产业 协助发展当地的旅游生态 虽说目前做得不错 但旅游业者都认为 就当是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因为在疫情之后 他们不排除会回国继续从事旅游业 因为我们看到 可以带动这么多东西 它全部的东西都是正面的 所以我们afterMCO之后 旅游还是我们的主干 我们会再做多取分出来 就是旅游跟这个网购就取分出来 还是会继续做 还是继续会再加强那些各方面的那种不足 除了维持当地的海产业 这群旅游业者也希望在疫情之后 能重新回归旅游行业 协助带动当地的旅游业 让这座海产渔村和文明全国的 蓝眼泪回到西日 繁盛热闹的景象 NGBT 匹立 蔡英文报道 谢谢大家